好 偵搬台北101大樓 这个停车场 鲁人劫车案子的专案小组呢 昨天调阅了监视画面 发现说 这个女性妇人呢 她的停车之后 曾经有两名清洁工 来询问是不是要洗车子 而现在正要清查 这是不是跟歹徒有关联 而这个歹徒抢车 还有抢皮包 但是却没有抢走 被害人手上的名牌手表 让人相当的不解 那么警方呢 虽然是研判 歹徒可能是随机犯案 但是呢 从歹徒停放车辆的位置 还有时机 甚至呢 在两个小时之后 把车子移到 被害人车辆的后方 都觉得是事有蹊跷 那么专案小组怀疑说 这个案情还是有疑点的 现在是全面的 调阅相关人士的 电话通联记录 要深入的最差中